早安 早安 講過美國選舉之後的政經形勢 以至到和中美關係之後 講回我們香港最切身的問題 香港都是經歷了兩場選舉之後 現在新的立法會產生了 然後緊接著來開始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資訊 過去這個星期我們都見到行政長官和財政司長 都是見過一些政黨政團 看到他們見過民建聯和工聯會 就是講一下他們對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意見 我們看看昨天立法會財務委員會開會的時候 討論到長者生活津貼 我談了六個小時 但算不算是拉布還是修訂的階段 總之就是沒有著落 表決不了 一個這樣的議題都要談成這樣的話 未來其他議題會怎樣呢 施政報告預算案又可以做些什麼呢 今早我們請來四位立法會議員 包括了工聯會王國健 早安 早安 還有民主黨劉慧卿 早安 還有民建聯的郭佩帆 早安 還有公民黨梁家傑 早安 早安 王國健和郭佩帆 就是見過政府方面說 對施政報告和預算案的意見 民主黨和公民黨未見的 遲些會見的 問一下公民黨 如果你見到的時候 你會說些什麼 我最關心的是梁愛思 近來由10月6日開始 不斷地向司法界和法律界開火 這個是對香港人最珍惜 最重視 要捍衛的法治 一個很明顯的宣戰 這個不能輕率地處理 所以我們昨天也特別開了記者招待會 去處理這件事 其實香港人很明白 最重要的制度 就是法治的制度 而我們竟然在梁愛思的口中 是聽到 他說這個制度是可以變的 這是什麼話 因為如果你說 97年之前 你是好像習近平這樣說 是三權合作的 我們的法官 我們的法律界 是要認識中港的關係 從而你是明白 不能夠用我們用開的一些法律原則 普通法 行評法的原則 去把持香港的事務 去理解基本法的話 香港能夠像97年一樣過渡嗎 不能夠過海神仙 過橋秋版 所以我想大家要留意 我亦都覺得 梁愛思 他10月6日 整個月前 他那番說話 用的語言 並非梁愛思 平時的語言 他用的包括去中國化 港獨 港獨 這些言論 最近 他昨天的報道 《廣泛報道》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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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用上的字眼 《環球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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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為黨的服務 這一種是制度來的 這個制度不會改變的 除非你是改憲 修憲 你會改變 如果不是你不會改變 所以這些話要很小心 所以你見到梁振英 你會問他 你什麼時候見梁振英 應該是十二月 那就有整個月 我們應該在這個月內問清楚梁振英 你說什麼呢 我們不是現在 我們一個月前十月六號 梁振英 講了第一次說話 我們已經寫了一封信 郭榮鏗議員寫了一封信給特首 但他一直都沒有出聲 但其實我覺得應該 不如約一下 梁振英 你問清楚到底你想講什麼 我想約他辯論 我想這樣是快脆一點的 不然你看到特首 然後再講就會耐了 好了 你最關心的是這個 師兄報告 我最關心 當然法治在香港是一個成功的基石 如果沒有了我們現在那種法治的情況 其實香港人很多人都會害怕 郭佩鵬 你們已經見到他了 你們有百多項的建議 我們是很貼身的 跟著民生問題為主 昨天見特首我們提出了十個範圍 113項建議 有些比較具體的 當然我們十個範圍 包括大家最關心的房屋問題 交通問題 環境問題 扶貧問題 我們也提出了 可能是我們政黨特別關心 例如婦女家庭 少數族裔 現在面對的問題 我們另外也提了比較長的篇幅 關於經濟發展 因為要解決所有這些問題 沒錢都是不幸 所以現在香港經濟也面對很多的隱憂 未來的經濟如何發展呢 我們覺得已經停了很久了 一定要去推動 所以我們在產業政策上也提了很多不同的意見 我自己是科技界的 所以特別關心科技的政策 我們也有漁農界的代表 所以在發展現代農業和漁業的發展 未來應該怎麼做呢 我們也提出一些很具體的建議 事實上經濟如何發展呢 這一段時間 新政府上一場路 很多派派派派 打算派錢派錢 那些錢從哪裏來呢 稅收又如何呢 面對經濟的前景這麼明朗的時候 也開始有人關心 如何令到經濟 從而令到稅收會響到 由稅務問題要不要加稅呢 很多人在過去之前 周圍的朋友都在討論這些問題 那欣姐呢 什麼時候見政府 我們這個月遲一點見 我們會很關心的 當然法治就是香港的基石 好像最近中審法院前首席大法官說 李國良先生說 所以這個是一個核心價值的 我們當然是非常關注的 尤其是梁愛斯女士呢 她不是一個普通的人 她的地位是非常特殊的 所以她這樣說話呢 我是很贊成你 請她上來談談 也都整個社會都 每個人都應該邀請她談談 我們立法會的法律的委員會呢 接下來開會都放在議程上 那我不知道她會不會來 那另外呢 全部都是相關的了 就是這個大陸干預香港的問題 就是你看到這幾年是很厲害的 就是選舉呢 就自從這個主權移交之前呢 他們都經常在操控在這裏配合的 這個新華社 但是就是九七之後呢 就更甚了 無論是各級議會 照行政長官選舉呢 中聯辦呢 都高度介入的 所以就算你民建聯也好 工聯會都被她介入一些人出來 所以你自己都打打架的了 都說不平的 有人就是要找中聯辦出來 不過中聯辦真的很過份 那工聯辦不是政治介入 她什麼都介入的 她的什麼部長啊 所有香港的社團啊 什麼會議啊 什麼聚會 她都出現的 有時候出來罵一下我們的大學教授 又罵一下新聞界啊 然後你就說你沒有收到她的電話 那你可能你 就是資深一點 她不敢打給你啦 那我覺得真的很過份啊 那所以市民呢 是很擔心 就是如果你中央政府 這樣介入呢 就是中央政府呢 是沒有什麼興趣呢 去守這個 一國兩制的承諾 那尤其是 又經常 就是你現在那個 新界東北發展那裡 我們下個月初 星期六由早上九點鐘 到下午六點鐘 全日開會 那我相信很多 八個團體市民會來 就是表達意見 就是你搞成這樣 導致市民是很害怕 那昨天我看到電視就是 廣東那個 是不是書記 有汪洋 汪洋就說 我們不會香港 廣東不是會吞了你香港的 那不是呀 朱小丹 不好意思 要不可以回大陸 就不是跟得那麼貼 朱小丹 是什麼 他是省長 他說我們不會吃你香港 你一說就更加 令到香港人的神經 更加緊張 但又不知道有沒有人問他 你會不會吃香港 可能有個問題是這樣 朱祖丹說這些話 但你胡錦濤就更加恐怖 前天說話 以為榮做中國人 什麼榮耀 我都說不出他的話 問題是我們會覺得行政長官和其他人士 可能包括民建聯和工聯會 是沒有準確把香港的情況告訴北京 令到他甚至可能被誤導 以為有些人在搞港獨 有些外國勢力走進來 現在我不知道他還有什麼下著 有些人說一定要推洗腦式國民教育 全部洗腦 由80歲一直洗 洗到5、6歲 然後搞了這個基本法23條 所以為什麼呢 你們剛才幾位嘉賓 很多社會上的人士 每個人都很憂心 這個是很應該憂心的 你看到這個局是擺成這樣 社會是嚴重撕裂 我們民主黨也看到中央對我們開閘放狗 去惡意攻擊我們 所以沒辦法 阿美 社會搞成這樣 解靈還衰是靈人 你中央政府和香港親共的團體 如果你是要這樣的時候 沒得說的 那就放馬過來吧 不過現在香港就不是敘利亞 你都沒有去到那個位置 但是情況呢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非常之惡劣 那你和鄭英就是講這些了 我們這些一定會講 因為我覺得他是有責任 是把香港的實際情況 去告訴中央聽 不是他自己在十一那個酒會說 他說 你香港人要認識 和內地融合的現實 和這個現實 和事實 那些人馬上說 你要教訓我們啊 所以你說梁振英 他是不是做好他的工作呢 就是你有些這樣的事 你同不同意也好 你要實際告訴北京 而不是走去告訴北京 有人要搞港獨 又有很多外國勢力在那裡 快點殲滅他 找多些狗咬死他就好了 香港就很和平了 我剛剛看著你 你聽到梁振英跟他講嗎 你聽到梁振英跟他講嗎 我聽到胡錦濤怎麼說 我聽到京官怎麼說 他為什麼會這樣說話 美姊 其實他們天天都會看到我們的新聞 看到我們的報議 我正想就是說 我想問問王國傑 我想香港人可能也有一個迷思 我經常認為 好像全世界都圍著香港轉 原來胡錦濤說話針對香港來說 我覺得很奇怪 全中國十三億人 三十幾個省份 那麼多東西要管 說只是香港會針對你來說 我覺得香港真的很抬舉 不是 他這次是講港路抬舉 他的蝙蝠是不同了的 事實都搞不清楚 不好意思 不同了老實講 就看你怎麼理解 我覺得是無需去過份理解的 過份解讀有時就自我製造敵人 工聯會向CY我們的反應 老實說 我們不會反應一些虛擬的問題 假設的問題去說 我們是很實際的 剛才美姊問我們是不是政黨 我們真的不是政黨 所以我們是代表勞工基層 我們就說回勞工基層的事情 我們主要是反映我們的大議題 譬如說標準工時 譬如說退休保障 包括強積金的完善制度 包括現在的一些不公平的歧視勞工的制度 譬如說勞工假期 長者退休之後的貧窮問題 這些都是我們關注的重點 我們覺得這些才是坊間裏面 我們接觸到的市民 接觸到的基層人士 他們真正關心的問題 不是我們想的事情 他關心什麼 他憂慮什麼 這些是實實際 就是每一天在我們身邊 他跟我們說的事情 喂 我生活怎樣 我現在做工 那份工都未夠開支 過幾年我退休之後 就是我憑什麼生活呢 最後那些日子又怎麼過呢 現在香港人壽命長是好事 但是可能也是一個令人憂心的問題 退休之後可能有二十多年的生活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 政府在現在面對香港老齡化的問題 已經踏入高齡化的社會 是到現在都沒有正式面對 沒有正式提過任何具體的措施出來 甚至乎未曾展開研究 未曾擺在桌面談 那怎麼辦 十幾二十年之後 政府自己的資料都顯示 四分一人口65歲以上 怎樣 香港的社會 這個都是我們很 真的很閉毅的問題 很擔心的問題 我想香港人一方面 就憂心很實際 好像KK這樣說 那些貼身的生活的問題 一方面又很憂心 社會上現在一些對立 和撕裂的氣氛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 怎樣去做呢 怎樣去過呢 不要說未來十年二十年 可能幾年都已經很難過 你說得對 我們的感覺很強烈 就是這一屆立法會 我相信我們坐在那裡 幾位同事都同意 一開局 現在就開了幾晚了 已經開了十二點 又有十一點 又有十一點 又有十點多 昨晚是財委 第三次 其實我覺得梁振英是難辭其咎的 因為永遠都是 在政治上 你是可以制定議程的人 他是負最大的責任 這次梁振英擺出的姿態 我相信今天在座的各黨派 都一定心裏面 就算不宣之於口 都是非常不高興的 因為你說 一說就說 沒有妥協 沒有談判 寸步不讓 是要你 就是所謂硬硬的 這是什麼態度呢 如果你是說 你真是尊重立法會 尊重民意 又知道現在 香港扶貧 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是重中之重的 他的口中說 是 後悲者都入了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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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 所以我現在 我只是在辦事書附近撞到人 街坊跟我們說 你不如這樣吧 我明白 你要長遠三千元 不用審查 每個人都有犯 但先拿著二千元 街坊跟你說 是 但這個問題就是 梁振英 他縮骨 他現在很簡單 他用這個二千元要申報 來買民望 之餘 還為自己 不做全民自由保障三方公款 製造了既定事實 因為那些精算師告訴我們 我相信他也有精算師 就是說 如果你2018年才開始做 會很困難 甚至是不能夠做 因為那時候 年輕人工作人口 已經是太少了 到了2030、2040 人口老齡化高峰期 是捱不過的 不能夠安然過度 不如留點錢 派錢算了 如果當你真的是 就是扶貧 長貧難顧 你有沒有計算過 直到現在都沒有回答我們 你有沒有計算過 到人口老齡化高峰期 那十年 你靠一個申報制度 你是不是有足夠錢派呢 他又不回答 總是要你先給這個 所以其實 現在不是說 梁振英都拿了分子 因為你試試去落庫問一下 那些人明白 我相信這樣 如果你開始派錢 去到明年三月 拿不到那部分 反過來就會罵我們 沒錯 一定是 不過我都沒見過政府 真是這麼差的 每次派真錢 是全城大罵的 這次又是搞成這樣 上一次派六千元 又是罵得不得了 那一次李國章 那時候搞這個 幼稚園學捐制 又是罵得飽 就是你派這麼多錢 給市民都罵 你說是多絕劣呢 這次呢 阿美 他是沒有真正跟立法會談清楚 因為立法會剛剛選完 選完回來都沒有坐定 都沒有選委員會 他已經入信 你什麼時候做什麼 你什麼時候做什麼 你在這裡指揮立法會 你給立法會 你說我們有建議 其實是有得談的 你們開些會 跟我們商量 如果你們建議合理 我已經吸納了 那就去 那就是暢順很多 但是他完全不是 他當我們成批橡皮圖章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是什麼 我覺得真的很差 其實我們一直都聽到 很多地區的聲音 選舉的時候也是這樣 很多老人家說 你一定要審查 有很多老人家說 我真的很需要 快點 快點 所以其實我們一直都希望 可以盡量爭取 都可以提升到 我想大家都知道 我們希望由十八萬多 提升到三十萬 但是政府這次 他用的理由就是 想快點 而且如果你一旦改動 有很多事情就會拖 我們覺得 是要繼續爭取的 但是地區的聲音 就很強烈 覺得要先拿 所以你們現在也是 算吧 我們昨天繼續說 我們希望盡快檢討 盡快提升 但是事實我們真的看著 那些老人家的需要 我們是想盡快通過 拿了再繼續 再爭取 現在工聯會 中國人有一句古話 叫做不患寡而患不君 你現在這個政策本身就是不公平 聽了九點半新聞之後 回來繼續討論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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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缺個月 公聯會黃國健 Gucci Rem believing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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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立法會一開始討論問題 一個星期政府就說你要通過 對很多立法會議員來說 實在沒有在福利事務委員會詳細討論 也沒有足夠時間討論 我相信很多立法會議員心裏都覺得真的有問題 因為如果以後所有要撥款各樣東西 都沒有在福利事務委員會徹底討論完後就說下個星期你就要跟我搞定 這個政府的行事是需要檢討的 但我也想問王國傑 到底你現在怎樣呢 公聯會一直說不行 有知識心態一定要反對 你現在到底投票不投票 我們上個星期很多老人家 其實在那裡打電話來跟李卓人說 你不要搞這麼多東西 我一定要愛錢 你不要搞搞真 我們的立場是很清晰的 我們是堅持要為70歲以上的長者爭取免審查 但同時我們也不想阻礙那些符合資産審查資格的那些老人家拿錢 所以我們一方面爭取 第二方面我們反對抓捕 什麼時候可以表決 可能要問在座 欣姐 家傑英 你們什麼時候讓他表決 什麼時候我們可以完結這件事 因為每一件事 他們兩個都要做的 公民黨一早就說了我們不抓捕 我們只是幫一些老友記 幫我們的年輕人問清楚問題 就是究竟到2030年2040年人口老齡化高峰的時候 年輕人是不是不需要受到加稅的壓力 以及一些老人家到時是可以過世 我們問完問題 我們就會投票 我們會反對 我昨天也交代了很清楚為什麼我們會反對 就是因為我們覺得現在政府這個方案 完全是一個只是為梁振英去買民望 而是拖延到我們做不到全民退口保障三方公款 我其實剛才跟你說 跟區裡的哥哥姐姐聊天 是未說完的 有些哥哥姐姐說 你給我拿了2,200元 我說蘇州國後沒有艇搭 你知道的 現在梁振英就用一個縮骨方案買民望 他很渴望可以買高一點的民望 你是不是應該這個時候跟他講清楚 你要他開始研究 我不是要他立即做 要你研究兩年之內 拿定一個主意出來 跟我們說 如果你不做三方公款 你怎樣令到香港安然過渡 很簡單 你到3月開始派錢 到時你出去逛逛 有些他可能擔心自己有彭金牙 有些棺材本有20萬 沒去申請那些 就會拿著我們來搖 如果我們真是說 先過了他 那些是拿不到的 旁邊的二叔就拿到 後面的六婆就拿不到 六婆和二叔就不妥了 現在的特區政府 我覺得真的有一個問題 他推出他的政策 不可以首尾呼應 如果你離開蔣生津 你說他五千個抽籤的白表 二手居屋 你覺得他左手不知右手做甚麼 這邊就被人兩年之內補地價 就可以拿去炒賣 另一邊就做一些特別的印花稅 買家印花稅 那究竟你是想炒起股市 或壓低股市 我最怕的是怎樣 現在當然撕裂是一個很擔心的事情 大家各走極端 另一個就是政府的政策 好像沒有想清楚 沒有首尾呼應就推出 想到即興就做 很危險 我們民主黨就在立法會選舉的時候 我們參選的政綱說明 我們覺得七十歲或以上的長者 是不應該有資產審查或入息審查的 所以我們這次反對他也是這樣 否則人們又說我們是違反我們的選舉政綱 我們也收到很多香港市民跟我們說 他是贊成的 因為他也贊成有審查 但是七十歲他覺得真的很過分 所以昨天當梁國雄議員提出 這個是宗旨待續 我們民主黨是投反對票 我們說應該給時間議員去問問題 這個我們是絕對尊重 我們也提了幾十條問題 當局也答了一些答案 但是我們說問完應該要去表決 但是如果議員按議事規則 他要提出一些動議那些 你沒有辦法我們覺得一定應該要尊重 但是民主黨的立場就很清楚 我要說完政府答我們那些答案 那時候我相信阿May你更加要看看 最後那幾段就是講全民退休保障 他又說他們那個中心政策組做了一些研究 他們會做一些去住戶的調查 那些調查之後他又要請顧問來給他看 那用來做什麼呢 就是去分析和怎樣優化現時的制度 這個就是他最重要 就是他是無意去做全民的退休保障 而是在現時的制度上面 怎樣去優化他 去找證據 他還說要找證據說現在的制度是好 但是去優化一下 所以他自己都踢爆自己了 所以如果我們大家有什麼遐想 希望你們在那個委員會裡面會說 因為我們覺得現時的制度是千瘡百孔 如果很好 老實說 為什麼要無緣無故跟你吵 你看看市民你看看這個理大那裡做些調查 七八成的人是反對的 要他廢除現在這個強積金 所以他原來出來就是說 我們就要做這麼多事情 就要找一些證據 去說現在的制度是好 就找一些方法去優化他 所以你說怎樣令到大家市民開心呢 這個世界究竟有沒有完美的制度 可以不用與時並進 我相信這個世界是沒有的 剛才梁家傑所說的 一定要將生果金的提升 全民退休保障和長者生活津貼 全部都捆綁在一起去說 一定要這樣才這樣 一定要通過了全民退休保障 一定要研究 一定要做 我才承諾 我才通過這個支持這個退休保障 我支持這個長者生活津貼 我覺得如果全部都要捆綁來說 我們香港可能全部都走不了 現在的問題我們就出現 什麼都反對 什麼都在立法會都過不了 這是不是市民希望可以看到的 既然我們現在有一個扶貧委員會 美姐你在扶貧委員會裡面 或者你也可以看看 接下來是否真的可以把這個退休保障 民建聯也認為應該要有一個退休保障的計劃 但應該是怎樣 也不是今天可以拿出來 就可以討論他 政府現在的承浪一定要做什麼 我覺得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民建聯 對這次政府的做法 你說是否我們很滿意 我們都覺得有什麼理由 不可以再多談 再提升 但是我們也看到 有很多的長者今天真的很需要 我們是否真的不理他們的需要 只是繼續去想 好像梁家傑剛才說 梁振英的民望 她做這件事只是為了民望 但今天你也看到 就算過得到她的民望 是不是真的會高很多 我也看不到會高得到哪 反而那批長者 是否真的切實拿到錢 才是最重要的 我當然是希望扶貧委員會 未來可以 剛才美姐也說 兩年之內 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個方案出來 讓我們立法會長家討論 讓市民長家討論 我覺得這個是重要的 未來的退休保障是重要的 但不是今天捆綁著 這個2200元來講 問題就是 到底你和政府之間的信任有多少 林鄭月娥說了很多次 說真的會討論 那是泰國一句 我不相信你會討論 這個沒有信任 其實是不能討論的 其實政府就算你 我現在遲些才跟你說退休保障 我現在就先跟你說 調高那個入息限額 都OK的 我覺得政黨是講道理的 他不一定說 沒得談 我完全 我們從頭到尾都說 我們門打開的 希望政府和我們討論這個問題 老實說18萬8千 現在買骨灰鞍 18萬6千 18萬6千 買骨灰鞍都未夠 買政府那些 只不過要排很久 都買不到 就是 你買過私人的 就買不到 很多老人家 其實他可能有二十多萬 不儲蓄 但那是棺材本 他不敢動 這麽具體的問題 為什麽政府不可以和我們討論 你今天又不找他來 田北辰 你和葉劉淑儀 討論了 你聽到他說 他不是叫他聽意見 他說你千萬不要退 你現在最適合的 不用聽議會的 然後修訂一下 有些又不是 政府當然覺得 你和我撐腰當然最好 我覺得有時候 議會是這樣的 我應該這樣說 你70個議員 都有70種不同的意見 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想法 以及如何考量 有90種不同的意見 有90種不同的意見 因為他自己今天想完 明天又要改改 那到底你告訴我們 你這個 你現在大逼供 我們一直都說 我們去到投票那個時間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我們投什麼票 因為為什麼 現在我們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可以表決 如果太早 你說了一個投票出來 到時情況可能有變 有變的時候 你又去修訂 你又轉態了 我們覺得 穩陣一點 我們起碼都要 看定一點 黃議員 我起碼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表決 如果所有政黨議員 都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表決 我怎麼會告訴你 我們都說明 我們說議員問完問題 就投票 他們都說了 議員已經問完問題 但作為一個議會新人 我這幾天都不斷問前輩 我剛才也問慶姐 我說以前立法會 是否開會 是否什麼都過不了 是否什麼都要談 談完又談 談完又談 重複又重複 問完又問 立法會 是否這樣 現在我做新人 有很多朋友 可能之前 都未必一定投票 他們都會跟我談 我現在才留意到立法會 原來是這樣的 立法會一向都是這樣的 所以這個是很令人憂慮的情況 我希望立法會 可以做一些有益有建設性的事情 真的可以 又議又決 不是現在這樣 議又不夠時間 決又不決 我想這個 當然剛才說 對梁振英的信任 當然是一個理由 令到現在這樣的困局 但我想梁振英 自己很虛脅 也是一個問題 總統的跡象顯示 他已經決定了 不做三方功夫出民退後保障 但不要緊 其實有人會支持他 但他為什麼不拿出來說 如果你是有一套整體的論述 你是能夠搞定老人家 在三零至四零這十年 過世的 不要緊 但他為什麼不敢拿出來說 其實我今天應該找林鄭若 或者梁振英跟你辯論 真的 因為一面就說 我們真的會討論 林鄭又說完 阿May你很快就知道 我們都相信林鄭的 然後你就說 我總總之兩都顯示 他們一定不會說 下次我們 下次就找梁振英解釋 第二次就一定要找林鄭和你 或者梁振英 你想想我和郭建興 其實現在都不是要他明天開始做 現在叫他承諾去研究 他連時間表都不敢拿出來 你信不信 他一開會之後就會 很快就知道 你到時站出來 阿May你到時站出來 我可以代表威議會講 其實是沒什麼商量的 你們個個都是一場誤會 不過我想回應郭佩帆剛才說 市民說 現在才知道立法會是這樣 KK 他剛才真的很誠實說出 就是去年上屆尾那裡 為什麼出現這件事 就是這個五絲十四名 在那裡拘捕 為什麼就是社會很大爭議 議會也很大爭議 所以就出了這個 這次現在這個 也是剛才說的 阿May姐也說的 你都不給時間議會去談 所以他這樣做 你和你的朋友 郭佩帆 就不需要以片概全 你看到 不是說去年七年十年都是這樣拘捕 那麥慶姐你擔不擔心 你覺得議會繼續這樣下去 你擔不擔心香港的未來 我很擔心行政機關這樣對議會 你不要只是說議會 好像只是議會 如果議會自己可以去處理 我相信我們七十人當中 可能五十多人會說到共識 提高資產上限或各樣東西 自己可以做得到 而他現在硬闖 我扔下來 你給我票 一串都不改 你們又說我投降了 我很擔心 如果你們這樣做 你明白嗎 郭佩帆 我們不是投降 我們是體設知道市民的需要 我們明白 有時候政治都要說妥協 不是我們不爭取 我們爭取很多東西 我們今次提出113項建議 就是全部都是我們聽到民意 去爭取的建議 我覺得總好過程的就是 梁正英 你講什麼我都不相信你 你不要說 你一定要跟著 成日實事簽名答應我 我才會相信你 我覺得你這件事 你再繼續下去 這樣香港都是無法走向前走 這次如果你民建聯的十幾票 是肯放下來 你改 就算改你自己要的那件事 我相信你會逼到政府改 因為他不夠票 梁正英這樣走出來 跟長者和香港社會說 沒有了 我的政綱落實不了 因為沒有立法會支持 但立法會說如果你調教某些東西 你會夠票的 你會不會覺得很矛盾 一方面你又認為 我們會逼到他改 一方面你認為他是寸步不讓 怎樣都不會改 他寸步不讓 就是因為有利和他撐腰 小姐 公道一點說一句 其實民意很強 有相當大部份的民意 希望先拿錢 這個又是真的 你們高聯會都不聽民意 我們都聽到 兩邊民意都要聽 你聽完之後 所以不是說現在不告訴你 所以有一部分 當然希望取消七十歲以上 不是取消 其實是按照現在的規矩做 現在的生果金 是七十歲以上的免檢 是啊 我們民主黨都同意 一部分是希望這樣 但另一部分 也都很強的意見 就是我希望先拿錢 所以老實說 我們兩部分 其實都要照顧他們的利益 一方面我們會繼續爭取七十歲以上免檢 第二部分 我們不希望阻礙那些符合資格 先拿錢 所以為什麼我們說 這麼強烈反對 不要再拉布了 現在是沒有意思的 在這個議題上面拉 你說不再拉布也好 繼續拉布也好 那麼多千多行的修訂 是會拿出來 拿出來除非梁家傑說 算了我不做 現在的修訂都沒做 阿美你不要解錯 那個不是修訂 我們議員沒有資格 沒有權去修訂 他提出來的建議 只是一個動議 很謙卑地說一說自己 對現在的建議的看法 那麼主席就要批 是不是跟相關 在談的東西相關 如果是 問議員 你們同不同意 大家去辯論這個 舉手 多數同意 那就可以辯論 一人講三分鐘 如果不同意 就立刻打倒了 那又第二個來了 主席又說是相關 你又同不同意 兄姐處理這些事情 經驗豐富 我是屬手技工 多謝上一屆美 憑你的經驗 你以為這樣會持續多少次的會議 是辦法的 因為其實 十一月都沒搞就行了 因為是無預告一直提 但是為什麼會激發議員做這些事情 也是一個核心 當然有些市民 有些人是不喜歡這樣做 想快點過 但是也要看 不是磅磅都是這樣的 郭佩帆 所以就要看 為什麼這件事 我希望不是磅磅都是這樣 為什麼這件事 會激發這麼尖銳的矛盾 大家就不去看 只是說你不要背 當然也要去看議員 他可以收回 如果他覺得夠的 他就收回 老實說 如果這樣持續下去 我相信將來的民意 會很清晰 支持葉國謙在裁委的修訂 為什麼你無厘地拉布 大家說葉國謙對 市民怎麼可以接受你們 為反對而反對 總之現在香港 都是走向兩個極端 希望真的 憑你們議員 特別是資深議員 那種魅力和經驗 怎麼可以拉起議員 一起為市民的福祉來著想 時間夠 多謝